一新指揮中心 开放施打高端疫苗的登记年龄 向下延伸是20到35岁 那这个年龄层的民众没得选择 只有高端一种疫苗 甚至18到34岁的年轻人是被跳过 那么新北市长后就表示说 政府应该要提供不同疫苗 给大家做选择 至少要两剂不同的 开放给不同的年龄层的民众 他也强调年轻人真的等了非常的久了 政府有义务好好重视这个族情 疫苗的接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健康的 一个自愿性的选择 那政府有责任在疫苗的采购上 不但要采购品质好 适量也要够 更重要要快速 那面对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 我们政府在疫苗上 常常有不足的现象 那在除了不足以外 还发生一个现象 因为在这段时间 年轻的朋友其实等待了很久 那最近 在他们的选择上 也只有一项 其实政府还是要有责任 多几个选择性 让年轻的朋友 都有意愿的奥气接种疫苗 鼓励他们接种 尤其很多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认定是有效的疫苗 他们也很多的期待 希望能够多重选择 所以政府在这一个方面 其实选择做的是不够的 而且年轻人等了非常非常的久 政府应该要多多的思考 让年轻朋友能够多重选择 也能够快速打到 他们真的等太久了 而且他们也负担了很多家庭的生计 要挑起国家的未来 我们更应该好好重视这个族群 接着来聚焦是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赚成前往欧洲亲自催货 要BNT疫苗赶快进来台湾 而传出了第一批的疫苗 渴望在中秋节前就会抵台了 指挥官陈志忠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只淡淡的说 你知道我不能说 因为可能有一些保密的条约 那么永林金晶会的执行长刘又彤 则是低调的表示 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早日得到好消息 有媒体指出 第一批BNT疫苗 可能在中秋节之前运抵台湾 可能有160万到200万 不晓得这个数量和时程是正确的吗 明知道我不能讲 那就是我还是一样 就是说我不否认 那情形是乐观的 那确定我会跟大家报告